大家好,我是莫克生 看看这个车友,全是啤酒啊 然后车门打了个柜子 里面是两排纳物香 这上面是个电饭堡 然后里面是个大床 他的座椅应该是没有拆 这样不管是坐着还是睡觉都很舒服 不过就是稍微显了乱了些 这就是轻客改床车和B型房车的区别 后排是厨房 他用的是没吸罐的应该是 这样每次做饭老得开门不太好 蚊子和苍蝇都会进去的 他应该那个沙门或者是文照 所以说有些朋友劝我买个轻客改 我认为那就不如买个B型房车更舒服一些了 因为不管你怎么改 也不如人家设计的好 而且改装还不少花钱 算下来成本和B型房车差不多了 但是舒适度差远了 现在天亮了真早 早上来海边逛逛 真舒服啊也没什么人 但是还有船出海 这不知道是干什么去的 可能是去前面那个岛吧 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特别喜欢看这个船出海 还有就是满载而归的时候 虽然看不到传说中 渔民在丰收时露出的喜悦笑容 但是每次看到满满的海鲜 好像我比他们还高兴 这大概就是吃货的心情吧 啊有机会去去前面那个岛 这应该都是一些鸡巨蟹 早上的海风真凉爽 看来夏天来海边就是对了 这一刻的感觉太棒了 它这球链是活的 一秒星就被倒了 哈哈哈哈 你看看是活的来回活的 哎 刚才差点摔我一个 今天换个地方 这边也是银滩 其实银滩是不错的 但是就是房子卖不出去 你看这一溜了海鲜 好便宜的一千多块钱 顶楼五万八一套 卖三四年我看也没卖掉 而且那套房子下面就是海鲜市场 地理位置在银滩就算不错的了 就那也没人买 这就是我的住车地 原先我真动心啊 想在这里买一套 现在发现真不如把车停在旁边 就这样住上两天 多舒服啊 还不用养房子 交物业费 这里有些电瓶 看它不在干什么 我们能问一下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用的 哇 这是老师带着一把学生 那种事情 看也不过理来 太没礼貌了 太没礼貌了 这什么老师了 哎呀 那叫做好学生来吧 这夫妻俩还问我 干什么呢 我说我是挺谦虚的去问他们了 人家都不理你 他俩笑了 也走了 在海边住车啊 还是舒服 坐在车里边就能看到海景 这感觉 要比那大木质光场那边要好 大木质光场吧 前面都是一些树啊 一些什么的 都全挡住了 什么也看不见海 你要想看海的话 到海边的话 你得走过去 这个就不用 你看了吗 有利有弊吧 这地方就是卫生间少点 它那个规划的不太好 如果是有个公共卫生间 那就完美了 这一片都是刚新修的 这些栅栏 这些东西啊 都刚新修的 我上次来的 去年来的时候还没有 去年光有这个停车场 我去年打算从这儿住车的 后来一问没有卫生间 就算了 但是这个地方 早上起来有什么呢 就卖那个海鲜的 稍微往前面一点 他们有自己下海摸的 然后呢 也有钓鱼的 抓嘎啥的 什么都有 挺好玩的 所以在这里住上两天吧 看看咱们的海景房也不错吧 那么好再见朋友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